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斯上季回歸香港發展 只是拿到32場頭馬 排列馬斯榜第14位 這個成績不單止低於外界的預期 相信來希斯自己都未必滿意 大約今季開羅日連中三元 馬房可以說士氣大震 星期三谷草夜馬 希斯派出多隻惡馬上陣 有機會乘勝追擊 第四場四班千二米 赤馬洪峰上季來香港出賽 初期未適應環境 所以演出一般 直至今年四月開始上力 首先向谷草千二米跑到第二 接著轉戰谷草一六五零米 在這個路程直落連贏三場 今次希斯派赤馬洪峰領軍出擊 繼續配爺馬宮神田太安 有機會獲得他的跨櫃四連勝 除了赤馬洪峰之外 希斯派出了一對黃牌馬配合出擊 第五場四班一千米的無可限量 今年七月一日初試提升 用陽明論居然到信心十足 臨場熱烈烈打到2.1倍開跑 可惜最終需要被公頂屈居亞軍 這隻馬暑假時運到重化操練 不單止在登山跑道考驗過 更連回草地試跑 無可限量回香港後 由潘頓連試兩貨來襲 第一貨一放到底 第二貨跑第二 潘頓試完兩貨襲後親徵 看來今次自在必得 第七場三賤一千米的齊心同行 上季第一戰馬上由潘頓填草千二米 可惜贏後 三場在不同場地全部都輸了 這隻馬暑假時運到重化受訓 回香港後 由巴道連贏兩貨來襲 赤馬洪峰和庫馬 戰意和高耀智星 都曾經贏過谷草千二米 看來齊心同行 第二次出戰谷草 有力成為這個爭勝要角 打人 Ojai 2 2 3 4 4 4 6 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